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 基本的原因不外乎三种 一种是感受风寒 伤风感冒 感受风寒 饮食 衣着不小心 这个是什么 叫生理的病 这种病 医生能治 你得找医生 第二种病呢 医业病 允亲带主找来了 负在你身上 很多中国外国都有 负去负身的 我还遇到有一颗 有一百多个灵负在这一个人身上 苦不堪言 他那个头脑是昏迷的 太多了 太复杂了 几个灵负在身上 这一两个 三五个 这种人非常多 实际上的时候 一般多个的人不躲起 那太痛苦了 这个一生治不了 这个要用什么方法呢 所以佛门里面有超度 超度是什么 调节 佛法来调节 跟他谈调节 他接受了 他离开了 你的病就好了 这第二类的 第三类叫业障病 他既不是上风感冒感染 也不是 云青在主照着 自己造的罪业太多 所干的 这个很难 这个也能治 真真忏悔 断我修善 回头是岸 那么像山西小院 那不管是哪一种病的时候 他真真是用意识的 这个意念 来改变自己身体 这个是最殊胜的 实在讲就是 三种病的时候 他用这个方法 都能得到很好的疗效 可是要不要去看医生呢 可以看医生 佛不反对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教诫弟子 可以接受四种供养 第一个是饮食 每天出去脱布 人家给一波饭 可以接受 第二个是衣服 衣服穿坏了 穿破了 可以接受衣服 第三个是误具 晚上睡觉 因为佛住当年在世 那个地方是热带 所以生活很简单 不需要很多衣服 三一也足够了 晚上这三件衣当被吃开 下面有一块布 铺在地面上 要卧具 这就可以接受的 第四种呢 生病的时候 接受医药 所以佛们 不禁止 生病不看医生 不禁止 生病应该看医生 那真的像山西小院 一生宣布 不能治了 你就夜心念佛 不要求长寿 不要求病好 夜心念佛 求神进度 如果你寿命没有到 就会好了 寿命到了 那你就到极乐世界去 好事情 不是坏事情 所以他心境 非常平和 没有恐惧 没有忧虑 没有烦恼 这个对于医疗上 也起很大的作用 所以就医生给病人治病 缘分 什么缘分呢 病人对医生有信心 对医药有信心 大夫对病人也有信心 这个病就能治得好 如果没有信心 对医生怀疑 对这个药物也怀疑 那就病一点办法 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行 也治不了他的病 可见他 人在生病的时候 能不能完全恢复健康 意念是低 必什么都重要 这个就是佛经上讲的 一切法从心向神 这个原理 就是此地 所说的 出生无尽 仆周发界 利益在此地 这是理论 breathe 小伙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